2月26日在四川成都锦江区一小区外 停靠在路边的废品回收车 吸引了附近的居民过来排着队卖废品 废品回收员张全玛丽的接过各类废品 并按照当日的回收指导价结算给居民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 眼前这位努力工作的青年是位海归硕士 今年32岁的张全来自新疆 本科毕业于英国莱斯特大学 之后又在英国拉夫堡大学 共读了国际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2019年张全定居成都 找了一份金融行业分析员的工作 开始穿梭于各大写字楼间 给客户写投资建议书 2020年12月底张全放弃光鲜的金融白领工作 转行成为一名备品回收员 我觉得宏观来说 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变化 就是像之前人们总提到 这个什么本科啊 或者硕士之类的去送外卖啊 这些像刚开始大家都接受不了 包括更早那个北大去卖猪肉的 大家都觉得很诧异 现在不一样了 那个时代在发展 然后大家都说360行行出状元嘛 只要在每个行业里好好的去做 不在乎你去做做什么 七角五一斤的废纸 五角钱一斤的废铁 如今张全已备下了每一类废品的回收价 遇到讨价还价的居民 张全都会选择让一步 收满一车废品后 张全就会把车开到废品分检中心交货 然后重新回到点位回收废品 我的客户啊 就是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是这种小区门口的点位 另外一种是像家门口那些超市啊 水果店什么的 就对于这个点位来讲 我每天固定的在这儿 然后这些大爷大妈们看到这种车 然后就会一传十十传百 就是从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一个都没有慢慢积累嘛 这个就像做销售一样 没有客户基盘就没有转化率嘛 每天差不多好好做的话 四五车是没问题的 甚至更多 然后像月收入的话 大概就三万四万多吧 上不封顶嘛 现在大概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吧 选择转行之初 张全也曾有过顾虑 担心亲朋好友不理解 但最终他决定坚持自己的选择 刚开始我加入这个平台 我并没有告诉家人 因为他们觉得老一辈的人嘛 觉得在工作单位里面稳定一点 可能比较好 但是像我看到有这么好的机会的话 可以去果断尝试 所以并没有告诉他们 等到过完年之后 我才告诉他们了 然后他们的态度 也是由惊讶变为理解和支持吧 就是自己所学的专业的话 虽然用不上 但是以后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有点在意别人的想法 但是这个做还是自己做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想法 拿主意的是你 3月1日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条理将正式实施 如果未按要求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可能将被处以最高500元的罚款 张全表示 政策背景下 被批回收产业上下游释放出大量机遇 市场前景广阔 想起自己在这一行将大有可为 大家住每天都要产生很多不同的垃圾 然后这些东西 就是说不完的 就是如果作为一个产业来讲的话 它肯定是市场规模很大 然后前景非常好 我给自己的规划是 差不多在一年两年之内吧 我先要精通这些货币的分辨 以及这些行情的波动 包括一些简单的行业的大方向 也知识 以后的话 我肯定会在这个行业继续做下去 而且会做的 就上升一个高度嘛 一定要往高走 把学习的这种知识 或者眼界 或者过来了解这些情况 我都运用到自己以后实际的身上来